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眼见着其他人都没动静 就盯着自己 李高楼又喊了一嗓子 愣着干嘛呀 快点进通道啊 根据他的判断 外边的感染者数量应该非常庞大 这扇铁门随时可能会被毁掉 到了那个时候 面对疯狂的感染者 自己倒是不怕什么 但是这些人恐怕都得感染上拉莫病毒啊 到那个时候 李高楼想救他们也是有心无力 毕竟生死部的反噬 那可不是棒棒糖 说随便我就舔两口 因此让他们赶紧离开 才是最为正确的办法 地下室里边的众人 听到李高楼的话 这才反应过来 没人在犹豫 朝着那个排气管道的位置跑去 王国庆本来是想第一个上去 不过被岑航田给拦住了 这个时候 得让女孩子走在前边啊 嘴里边嘟囔着 不过王国庆可没敢明着表达自己的不满 只是看着蓝梦影第一个进了排气管道 跟在后边 王国庆跳了进去 这一刻他哪还有什么 盯点之前把李高楼从飞机上赶下去的气势 随后赵小宇跟其他队员也是用最快的速度 一个接一个全部进入这条管道 最终整个地下室就只剩下 岑航田跟史龙两个金牌教官 排着李高楼 看出来岑航田那是想要帮自己 李高楼直接说 赶紧走 我最后 这时候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 铁门还在持续发出尖锐的挤压声 鬼知道是不是马上就会彻底破开 听了这句话 岑航田咬着牙看向史龙 你先走 我跟他断后 岑航田没在犹豫 点点头之后 爬上了头顶的排气管道 史龙听着管道里边的岑航田 应该已经从地下室的位置爬了出去 这时候 他回头重新将目光看向了李高楼 此时此刻的李高楼 用尽全身所有的力量 把那扇铁门死死的顶住 就在这个时候 微弱的灯光之下 史龙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后 他手中出现了几把飞刀 紧接着一抖手腕子 这一连串的动作非常快 完全爆发出他的最强实力 李高楼听闻风声一扭头 他根本没想到这家伙会会如此下作 情急之下 他一边继续顶着铁门 李高楼做出了极限的躲闪 饶是如此 却还是有一把刀划过他的手臂 防护符破开了个口子 鲜血从里边流了出来 他的飞刀更是整个钉在了铁门上 几乎就将飞刀甩出去的同时 史龙已经爬上了排气管道 回头把铁栅栏给锁上了 这些动作 史龙一气呵成没任何犹豫 所有的事情啊他早就在脑海当中计划好了 这是他干掉李高楼最好的机会 那几把飞刀没杀掉李高楼是有些遗憾 不过洞穿了铁门 再加上他防护服已经被扯开了 可以想象李高楼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那么多感染者同时冲进来 李高楼的防护服也已经没用处了 就算他可以活着出去 也一定会感染拉莫病毒 那就能想象等待他的是什么呀 至于说史龙自己 却是可以顺理成章的获得奖励 顶替杀掉了巨杀突击队的功劳 脑子里边一边想着这些 史龙的速度更快 已经从这条管道离开了 继续朝前爬 十几分钟过后 就在李高楼之前说过的位置 他看到了岑航田和赵小雨两个 看到史龙从管道里爬出来 岑航田先是松了口气 然后下意识低头朝里边去看 结果没发现李高楼 他愣了一下 那个人呢 赵小雨显得也很着急和疑惑 李高楼为了救他们 才会跑到这地方来的呀 尤其是他当时 那可是最后一个离开地下室的 想来肯定啊会很危险 史龙啊显得非常担心 我也不知道 他就跟在我后边 这时候应该已经出来了 我下去看看 岑航田说着 做事一矮身就要钻到这管道里 却被史龙啊一手给拦住了 不用 你们先离开 我去看看 听到这话之后 岑航田看了赵小雨一眼 也只能点头 赵小雨则是注视着史龙 没多说什么 眼神之中 大概也就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看着岑航田和赵小雨离开 史龙的嘴角重新出现笑容 之前他跟着李高楼 基本上熟悉了这栋建筑物安全的地方在哪 所以他只要等上一会就可以离开 至于说李高楼 希望上帝可以保佑他快点死掉 他就可以免去那几个痛苦 事实上啊 一切跟史龙料想的差不多 飞刀洞穿了铁门 加上李高楼受伤 那扇铁门直接倒了 李高楼到了管道的位置 看到已经被锁上的时候 再想出去可来不及了 那黑牙牙好似丧尸一般的感染者 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 哪怕李高楼没任何犹豫 寄出黑刀打算杀出去 这些疯子没丝毫的畏惧 他们早知道自己得死 当然呢 也不会害怕 反正早死完死都是个死 就直接让人家杀了还能免去痛苦 所以哪怕黑刀一闪 就会有人倒下去 但是这些家伙啊 如同泥团一样 他们只知道凑到李高楼的身边去撕咬 所以竟有了缺口的防护服啊 很快就被扯烂了 李高楼也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 所有人都在看着最后从天台上爬出来 浑身显得狼狈不堪 衣服也被撕破的屎龙 李老蒙看着屎龙又问 他人呢 李高楼是国安组的队员 更是大老远从京市跑到这来救他的 如果说他现在出了什么事 李老蒙实在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他此刻很焦急 表情很冰冷 李队长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 可是他还是被感染者给缠住了 当时他让我先走 我 对不起 屎龙的情绪似乎非常激动 所有人都沉默着 蓝梦颖更是眼眶泛红 岑航田咬着牙一言不发 赵小雨站在后边 冷冷地盯着屎龙 虽然说没任何证据 但是赵小雨完全可以肯定 应该是屎龙害了李高楼 关于屎龙跟李高楼之间的过节 赵小雨他们可是非常清楚 尤其是后来 屎龙甚至要求他们不要把 巨杀突击队是被李高楼干掉的事情 讲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 赵小雨暂不清楚 但是他可以感觉得到 这其中一定有自己所不知道的 而现在 屎龙跟李高楼处于最后 结果现在 屎龙出来了 说李高楼没出来 这事可就显得不太正常了 李老蒙点了点头 准备一下 营救李高楼 他这话刚说完 赵小雨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李队长 是他害死了李高楼李先生 一句话 众人脑子都是嗡的一下 哪怕是李老蒙都微微愣了一下 赵小雨满脸写满了果决 他推开众人来到了李老蒙的面前 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赵小雨也经历了一番挣扎 他作为利剑行动队的队员 没有证据 他指责一名金牌教官 这种事很有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但是赵小雨一想到 如果李高楼真死在里边 他再想开口 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